我覺得我剛剛聽到你們 一直說什麼胸大很困擾 太反而賽了吧 就是你們都不懂我胸小 我跟你說我絕對是 我的衣服有 請問我們有在進行比賽嗎 你幹嘛自動報名啊 你幹嘛自動報名啊 我們有在想說 請問你跟誰報名 你們知道我的衣服有多難挑嗎 來 這裡 就是呢 這邊是我的衣服 我只要是上半身的衣服 我一定都要 就是你看 已經有夜晚了 這裡面就是有胸墊的這一件 就算是挖根的 它也是有胸墊 哈囉 很好啊 妳要抱怨什麼 妳就不用再說穿內衣 不是 我要穿內衣再加胸墊 因為如果穿單胸墊的話 也很小 這個可以不用加內衣 所以妳要穿兩層 因為我想要視覺效果 它是有一個前途後翹的感覺 所以我加了內衣之後 有的時候還會加新衣服 然後再穿一個這個 會讓我比較有安全 我就算是就是有買這種 因為現在都有出那種挺波衣 然後它這個是裡面有一個 手的那種圖案的感覺 是會幫妳 這樣子的 我上脫的 就像後來的 我還是裡面 還是要加一件內衣 我才會比較有安全感 然後像是我平常就是比較懶 所以我很喜歡穿那種 長洋裝 one piece的這一種 這種就是適合妳 對喔 對 我就會很平 我就會非常的平 你們真的 可是平 我覺得 妳要用其他地方 比如說腰再細一點 妳就是去製造那個弧度 對 所以就這樣 因為妳這裡再怎麼墊 也不可能墊出 像他們天生的樣子的情況下 妳就變成妳的腰進去一點 或者是板型 它可能是往中間來的 而不是往旁邊去 所以我的衣服都是 短短的 因為我不管再怎麼判 我的腰都還是細的狀 那我問妳 妳現在穿這件上衣 是有在墊嗎 有 因為我覺得妳現在的尺寸 看起來很剛好 我是已經 這個就是那個 我有穿內衣 然後裡面還有 還有那個衣服裡面 你看這個尺寸多剛好 然後多好上胸嗎 所以我等於是兩層 可是可能還有兩層 對啊 我是兩個墊 所以就是 夏天的話還是會 好熱喔 好熱 對 所以我還是 還希望可以再增長幾個 穿衣服就不會那麼麻煩了 但是妳的優勢 就是妳腰很細 妳腰真的腰很細 水蛇腰會 天啊 都是穿這種短板的衣服 只是腰才不怪而已 對啊 怎麼會歪歪的 我會把它脫掉 好想 觀眾朋友看完這一集 麻煩妳在底下留言 她的牛仔褲到底為什麼 有歪的 對 我們好好想知道 而且她自己明明知道是歪的 我拍照的時候 我想說是我沒有穿好嗎 而且她很妙 她說對啊 我剛好看到 然後就這樣穿進去 對 就是這樣 什麼意思 所以妳如果給妳再 就是改善的話 妳會想要胸部 肯定就是胸部 因為她其他也OK 有屁股 腿也是算是 有腰 有屁股 對啊 而且我沒有看到太大的缺點 我164差不多 就是平均的女生神 腰好氣喔 最終女神在線YT頻道 加入官方LINE FB跟IG都要追蹤起來 不只有最新的流行資訊 還有好禮整理呢喔 Yeah Tandy